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三招教你消化怒气 生气前请先这么做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 你生气之前可以做什么预防措施 来消化你的怒气呢 让你不要冲动行事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发飙之后 料完狠话,当下就立刻的后悔 无论是跟家人有什么言语的摩擦 或是跟同事有些意见相左 争执不下,亦或是 跟你另一半在感情的相处上面呢 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争执 时常呢,就是一发怒之后呢 讲出来那些气话可能很酸 很可怕,很恶毒 但是呢,一讲出口的那个刹那 你的脑筋就觉得说 哎呀,完蛋了 你知道自己懊悔不已 但是你又不肯自己道歉 又不肯示弱 然后告诉对方说 哎呀,自己讲错话 你就不愿意做这件事 那今天就来教大家三招 来消化你这个坏脾气的小pepper 可以让你预防剩余治疗 赶快学起来 首先第一点关于说 你要学会三招 教你消化怒气 生气前请先这样做呢 就是一,发飙说气话之前呢 请你先倒数五秒钟 在心里默数 然后停下来 再讲出口 先冷静一下 人在肾怒之下呢 大脑仿佛会就是一股气流 你知道,从你的脊椎 立刻冲上脑门 就是学艺整个冲上来 那个当下你就会有点冲动 想要讲出你心里暗藏已久的那个话 你想要攻击对方 而这种话语的攻击 那有时候比你身体的攻击来得更可怕 因为那无形的伤害 那个伤口是你看不到 但是它永远不会愈合 所以开口前千万要注意 就是会避免你呢 在讲出一些失控无理的话之后 然后自己懊悔 为了避免你这种脾气上来啊 就说出一些失态的话语 或是你知道 不太适当的举措呢 那就请你尝试在发飙回嘴之前 请得你行默默的倒数 五四三二一 等怒气的那个高峰 先过了之后 稍稍微平复一下内心的思绪 跟你的心情 然后因为你到当下你脱口出 那个觉得是最伤 而且可能不经大脑 讲出来的话非常的恶毒 那你稍微冷个五秒钟 你稍微缓一下 冷静思考过后 再开口回嘴 这样子能够真的 有效的避免 你就一当下 讲出来那个话 真的是伤对方 于无形 然后这辈子就在 断送了一个莫名的关系 就是因为一句话 那非常多部尝试 那前提还可以做几个 要诀的就是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 五秒钟对你来说 还不够的话 你就真的气到不行 就是想讲出那个恶毒的话 那就建议你先离场 虽然大家就会很讨厌 说这根本是冷战啦 你为什么不讲呢 但是我就建议 如果你本身是那种 讲话非常可怕的人 就是你会一刀剑鞋 刀刀剑骨的那种 讲话风格的话 那建议你可以稍微离场 去上个厕所 或去买个饮料再回来 或是跟对方设立暗号 如果你就是 真正的对象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同事 你可以在平常 你知道 开心愉悦的时刻呢 跟他们设立一些暗号 说如果当我讲出这个暗号 你们就不要理我 赶快走 因为我可能就在暴怒 慎怒之下 可能讲出来的话 非常的可怕 你就会讲一些 然后比方说 我如果跟你们讲错 我的名字 或是当我讲全名的时候 那尽量大家就是 离我远一点 不要再搭理我 让我有点时间冷静 思考过后我自然会去找你们 或是有所谓的安全码 或贴图 如果你们是用讯息往来的话 那当你就是讲好说 有些贴图 或是有些安全码 出现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激怒你了 因为有时候呢 人就是被激怒到一个顶点 就爆炸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 或是跟你的同事 或是亲密的爱人 讲好一些暗里话安全码 就可以避免 每次快要爆炸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不会雾踩地雷 就赶快能闪着闪 避免冲突的自身 所以第一点就是关于说 发飙前 讲气话之前呢 请先倒数五秒钟 停下来冷静一下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 你先离场 或设立暗号 或安全码 接下来第二招 关于说 你要怎么消化你的怒气 在生气之前 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二 开口前呢 请你先去厘清一下 你跟现在正在争执 这个对象的关系 还有你现在发泄的 这个情绪 到底谁比较重要 你想说 最好是我现在暴怒 我还不怕那么理性 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 当你一思考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稍的 把那个火 给灭得也很多掉 因为人在 发飙口出而言后呢 事后当你情绪恢复 的时候呢 再回顾那个 争执的片段 跟过程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说 哇天哪 我刚刚方才讲出来的 那个气话 跟那个可怕的言论呢 在无形之后 你真的会伤及 你最亲密的那个人 或是你最深爱的人 或是你无辜的同事 有时候你知道 就是欠怒 所以为了避免 下一次在脾气上来的时候 你又因为一时的 那个情绪的催化 让你口不择言 怒气 一上来之后呢 就要提醒自己 我现在跟他这个人吵架 这个人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然他是我爱人 或者他有家人 那比起现在这个情绪 跟我现在讲出口 这个恶毒的话 我比较在乎 我们两个现在之间的关系 跟我们的情感 还是我非讲出不可 就是消化掉 我这个负面情绪 这个恶毒的话 还是这个坏情绪 比较重要 当你一这样想 通常 通常啦 你就会对于 你们两个的关系 会更重视 然后你跟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同事 你就想说 好啦 毕竟他也是量代 他是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另一半 你想说 现在这个情绪 虽然很生气 那你就暂时先忍一下 或是先放下来一下 等我就是 比较理性一点 再来处理 这样想呢 真的是哪怕是 0.5秒到1秒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把那个罪恶毒 最可怕 最口不折言的那些言论 稍微挡一下 当你在心里 先去理解 跟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往往你就会发现 此刻跟你争辩的这个人呢 对你来说 真的比你线下 就是你在跟他 争吵这个冲突点 的这个坏情绪 比起来 真的是微不足道 因为爸妈可能生你 二三十年这样子 或者你的另一半 明明就是平常 你生病 他会熬粥给你吃 那有时候 这个情绪 真的也没有必要 那么重跟那么浓 你就会发觉说 这个发飙 就是比起你们两个 现在眼前这个 你应该更郑重 你跟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 用比较一个 平静一点的心 或是平和的 心理去面对 跟给予理性的回应 所以呢 千万要记住一句话 关系 比真输赢来的更重要 有时候你输赢是意识的 但是你们关系 是一辈子的 所以第二点就是关于说 开口之前 请你先去厘清 你跟对方的关系 还有你现在发泄的这个情绪 哪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哪怕一秒钟就好 只要闪过一秒钟 去思考一下 这个人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 如果他对你来说 很重要的话 那这个情绪 其实你是有办法 可以消化掉的 不用急于现在 此刻把它发泄出来 接下来第三招 关于说 教你消化怒气 升起前 请先这样做呢 就是三 理解 并拥抱你的坏脾气 学习 共处 然后理性也去消化 但是 但是 千万不要忽视它 你可以去意识到自己 就是情绪不是很好 脾气不是很好 的一个人 或者你自认的EQ 并不是很高 那也OK你知道的 首先就是应该 自己先去理解 一件事情 你可以脾气不好 你也可以EQ不高 你也绝对有生气 跟发怒的 情绪抒发的权利 但是呢 身为一个理性 又成熟的大人 为了避免 每每你遇到冲突 或是委屈 或是你知道 被人家诬陷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暴怒 或是冲动行事 或是让情绪 掩盖了你一切的 那理性跟冷静 而让你做出很多失态 或是事后后悔的行为 或言辞 你应该寻找出一个 适合自己 能在愤怒之时 或是那盛怒之下 立刻的去对应 你的坏脾气的方法 你不能够因为说 我就是脾气不好啊 我就是EQ烂啊 那我就 人生没有想要改变 就是以追焦办事 打天下 然后人家别人就要来认受 你的脾气不好 或是你的EQ差 没有这回事 你可以脾气不好 你也可以EQ差 但是你要自己想到 可以消化的一种管道跟方法 这些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就是 真的是那种 很气很气的时候 你就是会口出而言的人 那选择就是沉默 离开这个现场 先去消化你的情绪 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了 你的情绪最高峰 已经过了之后 喝个饮料啊 或是如果你抽烟的话抽个烟啊 或是走走 再回来发烟 或是如果你是本身 就是hold不住 那个情绪的人 但是呢 你可以就是还有那个理性在的 那种座位的话 你就跟他说 给我30秒时间冷静一下 然后你就先去厕所 或是去查水间 倒一杯水 理性的思考过后再发烟 或是呢 你可以先 情绪很美松 情绪很不好 但是你可以先阐述一下自己的情绪 比方说你们在开会的过程中 你可能不便离席 那但是你可以先阐述一下自己的情绪 在你阐述的过程上说 我因为你这句话 我感到非常不开心 或是我觉得你这个作为 让我觉得很受伤之类的 你先去讲你自己的情绪 的确受到对方的影响 藉由心情的坦白 跟分享的这个过程 它其实就是延缓你讲出一些 很可怕话的时间 更让你稍微 跟理性一点 你知道 去思考说 哦 为什么你现在情绪来了 你意识到你的情绪 它再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消化掉它 脑中会去理解到 坏情绪 终有一天会过去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坏情绪终有一天会过去 所以你可以找回 那个理性的心情 然后再用 比较完整 或比较脉络的思考跟论述 来讲出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或是你在意的点是什么 亦或是 你问你们现在的空间里面 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 那你跟你的林一般 或是跟你家人 你就是知道说 你讲话就是会 你知道 堵不住自己的那个攻击力的话 那建议就是写纸条 或者是传来 当你在打字的时候 或是书写的时候 它适时的 就可以再重新的消化一下你的情绪 让那个时间稍微再延缓一下 你发出那个攻击 你知道吗 那或者是讲好 比方说你就是现在火来了 你就跟他说 就是讲好一个空间 或一个时间 就是你在家中有个位置 那是专属于你的 当你去做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来吵你 或是你就跟他讲说 给我30分钟 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不要来吵我 让你有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 自己稍微思考一下 为什么刚刚的情绪会这么暴怒 然后这件事情到底 对你来说 为什么那么的生气 然后中间这个过程 借由你自己去思考 跟那个 自己去调试一下 再去讲出来 你要讲的话会比较圆润 也比较有脉络一点 所以学习呢 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 能够避免冲动行事 或是粗暴回锤的一个 冷静的方法呢 它能够有效 让你在下一次争执 或是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更优雅 而且更理性的方法 来做回话的动作 让你避免 每次你知道 一生气之后 你就会整个人 就这样变成一个人格 然后让大家觉得 你好可怕 你讲话真的很恶毒 这样子 就是发怒之前呢 如果你每次讲气话 都会让你事后 非常懊悔的话 就三点 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哪位的 IG、YouTube 那么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就是这样子的 就会有什么样的 就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 对